我們曾經出過71雞味酒之後 Dragon留言說了一句 香蕉加冬棗一起吃 是可以吃到屎的味道 我們俱樂部 立刻就很生氣 我們到底有什麼沒試過 我們立刻上網搜尋 按去Google 香蕉 冬棗 搜尋 對 為什麼這個版面會變成這樣 香蕉 冬棗一起吃 有想死的滋味 如果有人請你吃香蕉和冬棗 一定要拒絕它 像冬棗一起吃 會懷疑自己人生 不可能 我們按進去看看 什麼 洗蠍精 死烏鷹 死蝦 臭蟲 臭雞蛋 鐵獸 魚腥 屎 我們淘寶鴨仔蛋也試過 有什麼難取不到 它是誰 它就是 只要你是阿姐 你就同出大衛拳 一趕到吃 你就會想起 大衛拳 飲完 吐 再吃 再吐 又吃 又吐 但是它一直都沒有放棄過 因為它知道 它是 大衛拳 哈囉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來到集南俱樂部 看了開始都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不再解釋 今天要有的東西很簡單 中組 開拳 我聽網上的人說 一個是中方的水果 西方的水果 西方的水果 今天呢 我們嘗試一下 如果人們兩隻混在一起 就會超難吃 好像市里一樣 其實這個我真的沒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我們不如試一試一下 東早單獨吃的味道 我想先說一件事 話說我去買的時候 它是一個超級市場 我去買了 純粹一拿 一拿起的時候 大概有30隻烏蠅 飛了出來 在這個盒子裡面出來了 不是這個盒 在附近 嘩這樣 是證明沒有什麼人買的 證明它的吸引度很高 對 這個烏蠅 我們試一試 試一試 試一試 白一點 太黑了 不太適合我 我們試一試 真的是蘋果 挺甜的 好像蘋果 味道 但是很厲害 是什麼 很濕 很濕 很乾 很乾 沒有什麼汁 很乾的蘋果 但是它的後勁有什麼味道 很奇怪 真的很喜歡牙膏 後勁 吃完蘋果味之後 有一股牙膏味走出來 沒有什麼可能 說真的 一個這麼甜的東西 混一個這麼甜的東西 幹嘛 你吃到滑 很大力咬滑 我想香蕉應該每個人都吃過了 不用多介紹 好了 我們之後的挑戰方法 就是 將香蕉切開兩塊 再夾住 一塊的冬棗 來吃 看下的味道會如何 明白 但我覺得 兩個甜的東西加起來 沒理由變成糞便 我們試吧 起司 起司 好像甜品 這樣 我感覺到那股味 但沒有上網的人說得那麼嚴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試得太厲害 我們之前吃的東西已經太高級了 誇張了 誇張了 我感覺到那股 他們形容那股味 但 不厲害 但我們俱樂部怎麼會那麼容易 就放手呢 買了那麼多 我們拿雞來 雞 攪拌雞 YES 我們扔這些 碎桑桑的香蕉 沒錯 很豐富 和豐盛的雞仔 好 不會難喝啊 我剛剛吃都沒什麼 應該喝都沒什麼 對 有些核而已 這些核應該都會攪爛 倒一杯 這杯好重啊 這杯好聚手啊 這杯是很聚手 大家可以看看 裡面好像乳酪一樣 很濃 嘩 嘩 好像嘔吐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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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大股香蕉 不是那股味很像鼻 很像鼻子 很光鼻 很臭 很臭 嘩好像垃圾 真的好像嘔吐物 死了 這杯不簡單 這杯不簡單 為什麼人們會說難吃 嘩 為什麼會難吃呢 是不是我們平時 吃的東西真的太高級了 對 我們之前吃蟲那些 是不是已經很高級了 也不是我 他說有什麼 鴨蛋啊 屎啊 坑渠啊 味道 我這次說的東西 只可以說 我們平時吃的東西 已經太高級了 對 如果觀眾要真心玩 我們要 給我們一些厲害的東西 對 對 這個真的有點細小 細小 會喝了半杯 好啦 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各位觀眾 想我們挑戰什麼的話 在下面留言 上次實驗 下次吃東西 沒問題 但希望 給我們一些挑戰性的 這次這個 可能對常人來說是挑戰性 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E-C-汁 E-C-P-E-C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